全球實力產業的趨勢觀察 所以今天的議題的裡面的話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全球實力產業的趨勢觀察 那因為這個議題裡面滿重要的 我們只幫你做其他有很多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誌演其實在這裡面 那打算從哪些角度來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互動 跟讓大家比較能有更多的一個理解 我們想從三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我要做全球的一個趨勢觀察 我到底在全球的一個趨勢觀察裡面 我們希望從裡面看到什麼樣的一個職業 希望從那裡面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或者是我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這滿重要的 因為在決定我們在看國外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到底為什麼看 我們希望他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們就實際來看 今天從十個今天跟大家帶來的是 十個國際的一個趨勢的一個觀察的一個 他們一切想法 我們從裡面來看他到底在想什麼 也跟大家舉一些案例來看 到底國外的食品產業 到底在觀察 這到底要走什麼的一個趨勢 最後就來講 那這一步我們應該怎麼辦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要看全球的一個食品產業的一個趨勢 觀點點我們先來從數字上來看 如果從數字上來看 全球的一個包裝食品的一個市場 我們知道包裝食品的市場 當然它會受到經濟的一個影響 可是它未滿足的一個需求還是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區域還是在亞太 它的一個未滿足的一個市場 它持續會有成長的一個動力 這是從整體的一個數字上來看 所以包裝食品市場 它持續會成長 大家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壓力 問題 重要點在哪一個市場成長率會有比較高 那大家都知道 有比較新鮮的一個市場 它的一個成長動力是比較足的 這是包裝食品市場 如果從飲料的一個食品市場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飲料的一個市場的一個數據 在全球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角度來看 它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率 相對表現是比較好的 那這本身根據飲料 它本來就是一個嗜好性的一個產品 所以它怎麼樣去做一些行銷的一個操作 或者是去做一些產品的一些創新 或者是混搭等等的一個風格 它都可以挑起消費者 對那個產品的一個需求跟慾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不只存飲料的一個市場的話 它的一個成長的動力 就來自於成熟的一個市場 跟新興的一個市場 它都有它存在的一個成長的動力 這是從數字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只要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那個公益是有競爭力的 在各個國家 它都有成長的一個關鍵的一個點 問題在於 大家如果這幾年的一個 對全球的產業的一個觀察 或者是我們生存的環境 有一些感覺的話 你會發現世界變化變態大 這些變化都會影響到 整個實力產業跟消費者需求 要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都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的一個改變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這幾年整個全球的一個變化 太大的情況下 整個實力產業的一個生態 其實也在改變 這幾年產業生態的改變 在於我們之間產業的一個 互動的關係 已經不再只有所謂的上游 中游 下游 或者是到消費者的一個關係 它著重的是整個生態的一個改變 也就是很多東西原來不太相干的 可是它都進來了 這個生態的一個環境裡面 產生了一些影響力 機器人的影響 對實力產業的影響力 已經在產生了 生態式的科技也在產生了 或者一些新興的科技 包括3D列印等等 因為技術的一個發展太快 以至於我們可以看到 它技術之後的一個商品化 的一個動作 其實都已經在產生 消費者需求的東西 有改變的這件事實 因為消費者只有一個 他只要的是一個飲食的一個需求 至於他吃什麼東西 都可以因為整個生活環境的變化 其實產生替代性的一個效果出現 所以這兩年大家可以看到 食品的替代性的一個效果 其實它是可以看得到 它是在產生的 另外還可以看到 生態的改變在於 創新創業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活絡 也就是以前覺得是常規這件事情 從創新創業的一個角度來看 很多原來不是這本業的人 他加進來了這個行業 讓原來沒有想到的東西 逐步的在這裡面生成 所以這樣的情況來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食品產業的部分 它的一個創新的一個改變力量 不管是替代或者是非替代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一個創造的力量 其實都在這邊做新的一個生成 那只要去找到需求的缺口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新的商機 那最明顯的案例就是 你怎麼樣從解決的一個方案裡面 去找到新的一個需求 就是它在不管是新創 或者是食品產業 他們在做升級的一個動作裡面 最明顯的一個切入點 另外就是以前人都覺得做不到的東西 只要有人有那個想法 有那個決心要做的時候 它往往成為它新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動力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年 在國外的從小家的廠商 為什麼這個市場有動力 因為小家的廠商 它可以兩倍三倍 甚至有些廠商是這三年裡面 也有20倍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動力 都在這樣的一個市場裡面去做生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成長的一個市場 而且這是一個翻滾的一個市場 因為大家的企業跟小家的企業 都在做翻轉的一個動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創新的力量 大概就是找到未來的一個競爭力裡面 也蠻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那為什麼要看趨勢 因為趨勢的動力 要是去思考到底未來要做什麼 什麼東西現在還持續該做 而且跟外來有跨解 有連結的一些點的東西 去找到真正我們到底應該做 哪些的行動的一個改變 這行動的改變在於 那些東西是有價的 那這些東西有價其實是重點 因為整個新市場的這些廠商 也在做一些就是興起的一個動作 只有產品有價 而且他持續了他的競爭力 他持續才能跑在前面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去看創新的 就要去看趨勢的一個主觀 一個蠻重要的一點 因為找到趨勢 我們就知道到底 如果就台灣的一個角度來看 全球趨勢的角度 台灣的趨勢到底該做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一些反食 那這是我們在提到 我們去看國際的一個趨勢裡面 為什麼要去看這些趨勢 也蠻重要的一些點 那整個創新的一個角度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歸雷到 實力的一個創新 大概有幾個角度 現有的產品 他做的營運的模式的創新 他也算是一種創新 包括原來的一個產品 他去找到他的一個新定位 或者去找他的一些 安心的價值 或體驗的價值 都是新的一個創新 比如說我們這幾年 大家最明顯的看到 原來是賣罐頭 可是罐頭他不是當罐頭賣 他變成就是罐頭霸的概念的時候 他讓產品的一個價值 有倍數的一個成長 那你也可以看到 產品如果他用現有的模式 他去做一個替代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替代 他這也是一種創新 那如果是現有的產品 他去畫出 去做一些比較創新的產品 比如說產品的包裝 或者是產品的技術等等 去做這也是一種創新 可是這個相對來講 他成本相對顯示比較高的 另外去跟現有的一個科技 去做一些結合 不管是一些 大家這幾年可以看到的 一些替代的一個食材 不管是植物蛋 或者是植物肉等等 或者是一些跟物聯網 或機器人等等 去做一些連結 他都有創新的路線 也就是在食品的本業裡面 創新的路很廣 他的成本可大可小 完全取決於我們要做什麼 怎麼樣去做定位這件事情 而且我做這個改變 我看得到我國外的市場在那裡 我怎麼樣去跟他們 去做一些連結 而且呼應得到消費者的需求 就是整個我們在去思考 到底要做哪件事情的時候 滿重要的一點 那國際的一個趨勢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 創新的一個趨勢 我們跟大家舉十個國際的一個 創新年的一個食品的一個趨勢的一個案例 的一個觀察 來跟大家做分析 我們來看這個食品的一個十大趨勢的案例 他提到的哪十件事情 其實是今年整個食品產業趨勢發展的一個重點 第一個有機可追蹤而且成長 大家可以看到有機在過去兩三年裡面 其實他在過去幾年裡面 他曾經有一陣子 他其實比較處於比較平穩的成長 可能這幾年根據大家關注的 潔淨食品或潔淨標示的這個議題在升起 還是要不得對安全的重視的情況之下 這個產品再度 這個議題其實在再度的再起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他preform的這些產品 不管是從過敏的角度 或是其他的角度之類的東西 產品翻的一個速度相當的快 我們從國外的新產品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建築來看 他的成長率相當的可觀 另外還可以看到就是趨勢 潔淨的一個素食他的影響力變大 那這裡面的潔淨素食指的就是 我們過去對於素食的一個觀念 可能是在於他是不是宗教素 他是不是真的不吃素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怎麼樣去讓他不吃素 可是他一樣有肉的一個感覺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幾年的一個 潔淨素食的一個角度 他是在於他可以選擇他吃或不吃素 取決於在消費者 他的一個決定權在消費者 所以是不是肉的這件事情 他可能已經不是這麼明顯的 他要的是他的一個植物蛋白的一個角度 所以潔淨素食的這裡面 其實他有很多的一個角色其實都在轉變 這就是在我們做消費者觀察裡面 蠻細微的東西 有些東西他這個名詞存在 可是消費者因為他所主的一個環境 已經在做一些變化了 包括他的一個工藝的一個食材 或者是餐飲的一個模式 或者是他手邊可以有的 餐飲的模式 他的一個選擇的一個模式已經在做變化 他即便對於殘性素食的這件事情 他的行為模式已經都不太一樣了 這是大家認為他2012年蠻重要的一點 那其實他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消費者觀察在做食品的一個 不管是外銷拓展 或者是國內的一個市場的一個銷售的時候 他其實是關鍵的 因為你越來越抓不到消費者 如果能真正去抓到消費者那個人 他其實他才是真正有 擁有蠻大的一個市場傷心的一個角色 另外還有就是怎麼樣去把製成這件技術 其實做到更天然的這件事情 製成都可以做 怎麼樣讓他更天然的這件事情 他其實就有蠻高的 就是他已經算是一個 他已經有更多的一個價值了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 就是綠色的一個蔬菜 設施其實是被鼓舞的 這裡就是說任何的一個食品的一個發 他的一個產品的一個開發 或者是他的一個市場推廣裡面 他的產品只要跟綠色蔬菜有連結的東西 這個東西相對好賣 另外還可以看到是創造真實的一個連結性 也就是消費者對於產品的一個本身 或者是企業的一個本身 他的一個真實感覺 這件事情的一個關注 其實在2016年裡面是關鍵的一點 那另外還可以關照一件 蠻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小角色他有大的影響力 這裡面在提到的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這幾年不只是台灣 在國際都存在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品牌受到挑戰 也就是大品牌不管是從健康的角度 或是從安全的角度 或者從社會適任的角度 都在受到挑戰 國外也是如此 台灣也是如此 這裡面存在的是小品牌 他有更多的一個大的影響力的角色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 小品牌在哪些地方 他有發展的一個發展的傷心 健康的一個議題 或者是一些很在地 或是特殊性的一個議題裡面 他有很大很大的一個發展的機會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發展機會 更促使了一件事情 就是國際的一個鉤幣 持續的在翻轉 這幾年大概食品產業 這個國際鉤幣 有個案件成長的事背書在成長 原因就在於大品牌也看到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開始做哪些事情 那要嘛就是開發新的品牌 網健康的這些的小的一個品牌 去做做品牌的一個目線 要嘛就是詬病國外的這些小品牌 讓他自己的品牌的一個目線 可以更加的一個活躍 那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國際在做品牌接力的這件事情 會更加的一個活躍 也就是很多的一個國際的廠商 他都在他都在觀察 全球有哪一些的產品的品牌 或者是這些產品 是有生命力跟發展機會的 在做隨時的一個 購別的一個動作 另外提到的是超越運動員 這其實要提到的就是蛋白質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這幾年大概 台灣可能不是很明顯 可是在國外的話 其實蛋白運動員的一個飲食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能量食品 或是高蛋白這類食品 根據就是在國外 其實是相當的一個活躍 也就是這類的東西 他從原來的小眾 只有運動員吃的 已經轉到變成一般的一個 比較大眾的一個市場 他們關注消費 關注自己的飲食的健康 或者是到底自己怎麼樣規劃 用APP去規劃他的飲食的生活模式 這些東西變成他們選擇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食材的一個來源 另外一個就是持續的一個辯證 也就是很多的一個 很多的一個產品的原料或什麼 你其實都要會有接受到 各個不同的一個 人家在做一些考驗的一些想法 那另外的可以理解的是 愛心的一個體驗 消費者愛體驗的這件事情 在2016年在全球還是持續存在 這裡面就牽涉到 如果是包裝食品 怎麼樣做體驗的這件事情 絕對有很多的一個案例 即便你賣的是一般價格的產品 他也都要在一般的價格裡面 找到消費者買這個產品 吃完了之後 或吃完的 或在吃的過程裡面 他有體驗的一個價值 我們這裡面跟大家選擇一個 跟大家做案例的介紹 就是潔淨食品的這件事 潔淨食品的這件事情 潔淨食品強調的是 安心的一個升級 真正潔淨的一個食品裡面 他涵蓋的一個意念其實是相當的廣 天然是一個 天然是智炎 有機是智炎 他無添加 或者是無人工的一個添加計 都是智炎 這是在這兩年裡面 國外的一個趨勢裡面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把這些東西 消費者關心的這些健康 安心的這些都做到了 其實他某些時候 代表就是一個新的一個商機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捷徑標識的話 他其實雖然起源於 歐盟的捷徑標識 可是他其實就這幾年的一個演化來看 其實他已經採蓋了理解的一個就是 最小的製程 成分簡單 不含化學添加劑 或者是資訊透明 另外你做的這些事情 還要能讓消費者理解這些東西 他其實就有 捷徑食品的一個標示跟含義 那這個這一件事情 捷徑食品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他目前已經成為 國際的一些食品廠商 他在做一些策略作為裡面 滿重要的一點 因為消費者買單 你只要產品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訴求的時候 他產品的一個成長率是看得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 持續都有廠商在做這件事情 他怎麼樣去訴求 他的一個產品給原料 裡面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殊性 是符合捷徑趨勢的這樣的一個議題 持續有廠商在做 即便到這個月 你還可以看到雀巢的冰淇淋 在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打算怎麼做 他什麼時間要做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某些時候跟過去在談到 我們所謂怎麼樣去做到 就是環保的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致的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趨勢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一個食品的十大趨勢 大家可以看到調味料的影響大 調味料的影響大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這一家的一個研究單位 他提出來這件事 也就是消費者追求的是 很多的一個口味上的創新 如果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趨勢 就是消費者有錄自己在家裡的 改經濟的一個現象 在食品裡面一樣有 那消費者這樣 又把煮菜的這件事情回歸到家裡 家庭的話 哪些東西會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調味料 或一些食材的一個角色 他其實上機是看得到了 那調味料的影響力在於 他可以透過調味料改變全部 產品的一個口感可以抵上 那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這是趨勢的一個重點 另外就是農產品的一個 高質化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強調的 農產品料整張去做高質化的一個應用裡面 其實在全球也是滿重要的 一個趨勢的一個議題 另外還有就是權物利用 權物利用它其實是一個就是 是一個字眼 可是它裡面隱含了很多的一個層次在裡面 那這也是目前大家在投入在技術改變裡面 因為大家對於你權物利用有一定的好感 那這裡面其實很多的一個技術層次 也都在在這裡面其實在做一些生根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 比較表面上符合消費者體驗跟感受 他們要的一個飲食的一個感覺裡面 的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燒烤熱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大家不是提到說 德瑞學生說燒烤不是一件好事情嗎 可是在消費的一個需求層次裡面 這是今年的一個趨勢議題 你大概在國外的一個 國外的一個產品 不管是從食品或者是餐飲裡面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燒烤 不管是它是風味或什麼 它都是因為消費者要的這樣的一個趨勢裡面 它有不同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髒機 跟機會在這裡面 那這就是很吊詭的 跟食品安全一樣 感覺上食品消費者關注 可是消費者買不買的這件事情 感覺上消費者在意食品安全 燒烤的一個安全的危機 可是在實際上的銷售的 或者是購買的一個角度裡面 他們是買單的這件事情 它本身是存在衝突性的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泡泡賣相吃香 這等一下跟大家分析了幾幾個案例 消費者要體驗 他們要什麼樣的一個體驗已經變得很細緻 你怎麼樣給他這個體驗之外 還有他其他的一個額外的增值的效益 這也是趨勢的一個重點 另外還有一個不只是台灣 國際一樣對激感反感這件事情 而且今年特別提到的是 今年全球的一個消費者 對激感特別反感這件事情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角度 那他也有一些法規等等的一些 知道我們知道這是今年的一個趨勢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現代的一個供應鏈 重新的在做詮釋 也就是整個世界的一個環境在變 供應鏈的一個角度 他到底該做什麼樣的一個定義 誰過去的模式跟現在的模式 其實已經在做洗牌的一個動作 這是今年的一個敘事 另外就是即便那個素食的產品 以快速為主的產品 他也在強調的是新鮮再造這件事情 這大家在很多的一個案例裡面 不管麥當勞 或其他的素食餐廳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動作相當的積極 因為很多這件事情 他對他的業務的營受很大的影響 另外還強調就是重視 員工的一個報場的一個關係 那這是屬於企業經營的一個角色 企業員工到底在食品的一個本業裡面 他創造這麼多的一個價值 他到底角色是什麼東西 其實在這個食品的趨勢裡面 是受到討論的 那這主要還有很多的一個考量 因為這些員工決定食品的一個安全性 可是他對他的產品價值 也有一定的考量 那這也是討論的議題 不過我們來看泡泡邁向的這個吃香的這個案例 重點在於愛心的體驗 所以泡泡夯 大家可以看到 突破傳統的一個印象 今年有很多的一個訴求 他產品有泡泡的產品 都在做創新的一個開發 記得剛才有一個市上線的一個講座 我怎麼樣去做創新的那件事情 我切的是哪個點 一樣做咖啡 咖啡的飲料 我怎麼樣讓他 既然泡泡夯 我怎麼樣讓他產生泡泡 咖啡搖一搖 你看他有泡泡的感覺 消費者覺得他有一個泡泡的口感 這個是一種創新 大家可以看到 生咖啡的一個部分 他怎麼樣加入蛋 讓他有形成奶泡的一個產品產生 去創造實去的一個樂趣存在 這也是一種創新的一個表現 即便是素食麵泡麵 在日本的一個泡麵 他怎麼樣去透過他加的一些粉 讓連吃泡麵都有泡泡的一個感覺存在 這是所謂呼應他的泡泡夯的這個樂趣 重點在於口感升級 而且他維持他的一個體驗加值的樂趣 在餐飲的一個部分來看的話 你大家可以看到 充滿視覺的一個 想念的一個泡泡山 其實在這次英國倫敦的一個案例 你大家可以看到怎麼樣去玩泡泡 讓泡泡完了之後 有他一定的一個體驗的一個口感 今天沒有太多的一個時間 那這裡面有很多一個案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3D的一個奶泡的塑形機 也在這裡面 啤酒的一個發泡 也都在呼應消費者要泡泡的這件事情 他怎麼樣去做創造的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就是從食材的角色 我要的是泡泡 可是如果我給他不只是泡泡 而是讓他有其他健康的一個價值存在 你大家可以看到 在調味料的產品裡面 我怎麼樣讓他用泡泡的東西去呈現 可是他的鹽分或什麼 他因為他是泡泡 所以他的使用量 不會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有他的一個健康的一個價值的一個效果 或是口味的一個層次在裡面 那這也是整個創新裡面去案例 那就看你怎麼樣去呼應 這樣的一個敘事裡面 該到底做哪些事情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的趨勢議題 大家可以看到能夠原料這件事情 跟剛才提到的潔淨食品 標誌是一樣的敵視 也就是今年他絕對是在食品裡面 他是一個關鍵議題 另外就是生態的一個環境 產品開發正是生態環境的 影響力的這件事情 這裡面要提到的是 在經典裡面我們要提到 我們要做任何的一個產品開發 可能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審視一下 你要做裡面的任何一個食材 是不是有違背這個本質 也就是你使用的原料 到你的製成有沒有違背環境生產 因為如果過程中有任何的一個角度 有違背的話 他可能會被拿出來檢視 那對整個產品開發來講 就不是一件正面的一個效果 因為還有食品的一個 內外在的一個效益 對於食品不是真的只是吃了 你怎麼樣從心靈或其他的城市裡面 去把他的價值感 去做帶出來這件事情 是在呈現他的一個價值裡面 滿重要的一點 那剛才跟大家提到 素食的這件事情 不只是素食 還有其他的特殊飲食 譬如過敏等等 他的這些替代選擇無所不在 也就是我們過去以為的 這類的一個小眾的一個市場 包括體質過敏 或是素食這類的東西 他在今年裡面 他都不是一個小眾的市場 因為不只是只有那一類的人 他吃這樣的一個產品 因為這類的產品對消費者來講 有健康加持的一個產品 在 感覺在裡面 所以一般的消費者只要重視健康 他也一樣是會 會是他的一個消費群 這裡面大概國外滿多的一個案例 都在這樣 這個角色 另外的話 能量跟剛才的一個角色 跟運動的這個概念有點一樣 能量跟減重其實適合每個人 也就是特定的一個族群的市場 向一般的市場在做拓展 那影響的是什麼 那是一般的一個 一般的一個消費食品上面的一個 市場裡面的一個產品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 是跟剛才也有一個相似的 就是他製造過程之後 背後的一個真實的一個故事 會受到消費者的檢視 因為資訊太透明了 所以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後面被審視的一個角度 其實是相對多 那另外的話 就是社群的一個 跟社群媒體的一個連結 在今年也是趨勢的一個重點 那剛才其實陳專員的畢業有提到 社群怎麼操作 這件絕對是很多細節在裡面 因為以今年來看 國外有很多的案例 都在跟社群玩遊戲 那目的就是他怎麼樣去 讓社群又跟他的虛擬的一個 通路去做一些連結 去創造他的一個流量 還有忠實客群的這件事情 那一個人的一個商機 就在於他怎麼樣去 什麼東西都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做那個人的一個設計 這等一下再跟大家做分享 另外還有就是 DNA的一個飲食的一個客製化 客製化在今年 也在食品的一個趨勢裡 也是他滿重要的一個議題 主要是因為有很多的一個廠商 尤其是新創企業 或者是醫院等等 投入這樣的一個客製化 我們說大數據要做什麼 說是大數據的重點在於 提供很多的一個資訊 提供消費者的資訊 怎麼樣去做串聯 串聯就在於他串聯的消費者資訊之後 他可以為他開發出 個別化的一個產品 那也有他的一個價值 另外的話 關心飲食的脂肪那個好快 或者是用眼睛感受食品的一個美味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通路跟物流的一個新革命 那這是食品裡面滿重要的一個特色 我們來跟大家舉一個 個人化的一個商機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個人化 目前不敏這件事情 在台灣還沒有很明顯 可是未來幾年其實大家可以 持續做一些觀察 國外已經有專門為 就是個人去測量他什麼東西 他有沒有無膚質的成分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這個只是舉的一個案例 很多的一個個人化的檢測的 這些機器持續在出現 也就是以後大家如果 隨時有一台的東西 他如果是多功能 他三部五十支 食品就拿出來測一下 測一下測他的有沒有膚質 或測他的其他的 我們可以看到熱量 或營養的成分的東西都持續在開發 這些東西持續在出來 那意思是說 每個人他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 他可以去做設定的一個部分 因為個人化商機裡面 你還可以看到是整個平台 運作的一個整合的一個力量 那再舉一個例子 是個人化的一個健身設備 這幾年健身的一個 在某些族群裡面 其實他是一個滿熱門的一個議題 你還可以看到這個健身的一個 個人化的一個健身理合 你大概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健身的一個挑戰盒的一個平台 也就是他這個平台裡面 他帳戶裡面 銅部裡面 他提供的是消費者 他去挑戰他的一個運動的一個目標 這個運動的目標裡面 其實他整合了服飾運動器材 健康食品跟相關的一個產品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個人化 無願要的是更細節 而且剛才跟大家提到 整個大數據的一些資料的分析在裡面 他提到專業資訊的程度裡面 怎麼透過食品的一個部分 跟這些平台的業者去做合作 其實他某些時候是達到 我們所謂的你要個人化商機的部分 你能著墨的一些點 因為真的自己在做的時候 那些點會看不到 可是那些已經在運作 我們怎麼樣加到人家的平台 跟大家一起合作 其實他某些時候 會有一些不同的一個商機在裡面 當然還有個人化 還有很多的一個案例在裡面 你剛剛可以看到個人化的餐廳 到個人化的一個冰箱 這幾年都有在發展 也就是真的很多人在開發一些 很奇奇怪的特別的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要持續觀察 不一定要完全做到跟人家的一樣 可是絕對要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因為他們在做的是 改變整個時代的一個 飲食的一個模式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幾個 趨勢一個議題 包括譬如說植物的一個素材 其實是這幾年關鍵的一個重點 正餐的一個臨時化持續在發燒 那這裡面大家關注的一個議題就是 高蛋白質的這件事情 是趨勢的一個議題 他裡面滿關注的一個點 那另外的話就是乳製品 乳製品這幾年其實 他也是滿關鍵的一個素材 可是關鍵的素材是 大家關注的是 乳製品這樣的一個素材 他怎麼樣去做價值再開發 再發建的事情 也就是他原來還是乳製品 不管是乳專菌 或者是其他的牛奶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 可是他後面要比彈的一個 營養的一個成分 或者是要告訴消費者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跟價值 這件事情說的已經不是過去的 那一套的一個故事 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天然田味機正夯 那還有就是小動物市場 剛才跟大家提到的 另外還有就是有一些特殊性的一個 那個就是功能性的一個食材 其實在出現 我們在後面跟大家分享 超級食材超級食材的一個概念 另外還可以看到電子商務的這一塊 其實在全球掀起熱潮 那還有一些 我們跟大家舉例一下 電子商務的這件事情好了 電商的這件事情 其實這幾年在食品裡面滿熱門的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食品產 食品本身廠商自己開發的一個 電商的平台 或者是加到各個國家的一個 電商的平台 他都有各的不同的一個角色 可是這 我們可以看到模式很多元 可是這裡面真正關鍵在於 我們要跟他連結做什麼事情 其實可能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裡面 先要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的模式多元 可是我們當然有時候會看到 走了之後花了不知道自己本 本時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我愛住電商這件事情 都有他的策略布局 他短期 中期 長期要做的是什麼 我如果在不同的市場 比如東南亞 剛才上一場也提到印度 這麼多人在用這一塊裡面 我只能去做操作 怎麼樣去跟在地的電商 去做一些合作 等等都有不同的布局 電商絕對是今年裡面 滿重要的一個議題 因為他在這兩年裡面 他大概會找到一個 比較固定的一個盤 也是這個電商的一個 通路的一個盤會比較低低 那這兩年大家就是 大家在看他怎麼樣去做 發展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一個電商發展 怎麼樣跟這些電商的一個平台 透過他們也在發展 去跟他們做的連結 把自己的產品帶到國外 這是另一種模式 另一種模式 我們從食品產業本身的一個角度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食品廠商也在做一件事情 既然這些東西都在做發展的時候 他怎麼樣跟消費者 去玩出一些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Oreo的一個東西 他一樣在做的是品牌加持的部分 他怎麼樣透過線上去跟消費者 你自己去設計產品的一個包裝 你自己去設計產品的包裝的時候 他幫你的一個設計 真正出到完全的一個成品給你 集中到你自己的家裡面 他在玩的是品牌 就是消費者的一個 顧客的一個忠實消費者的經營 那這只是他模式的一種 另外他同時還去看 不管是MV或等等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個平台的一個通路 去跟他們做連結 然後去推出不同的一個 就是虛擬的一個通路的一個合作的模式 目的在要刺激他自己本身的一個 那個電商的一個平台 他的一個流量 他們這幾年做了之後 流量有滿大的一個增長 目的他要看的是 因為環境 你剛才跟大家提到 環境在變的時候 消費者都不見了 他怎麼樣去把現代的消費者找出來 他要線上的這一塊 在一個忠實客群裡面去找出來 這幾年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是有陸續可以看到一些狀況 是把這些客 這些他們原來看不到的這些客群 去幫他重新找回來 因為我們來看 其他的一個趨勢議題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其實滿搭的 滿多的 可是今天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趨勢裡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新術食主義的這件事情 新術食主義者不只是今年 但後續幾年會有很大的一個發展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沒有很大的發展 我們就不會看到 不管是比爾蓋茲或等等等 在於不管是植物肉或植物蛋 或植物牛奶或植物乳酪裡面 投入很多的一個科技能量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裡面 其實這幾年會有很大的一個發展 那特殊族群的一個發展 素食的一個轉變裡面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植物的一個蛋白質來源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肉 食物肉的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食物肉 不管是美國或英國或台灣等等 無肉的一個 不是肉的一個漢堡 他怎麼樣去替代那個蛋白質肉的 動物蛋白質的一個來源 這類東西很多都在做發展 而且他們在做的是 內容跟成分的一個發展 也就是我們過去的口味 或者是添加劑怎麼樣 或是裡面有著一個添加劑 怎麼幫他做去除的一個動作 維持他的一個口感 跟他的一個健康價值 這是這件事情 那除了原來在這些原料裡面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原料 大家可以去找哪些新的原料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幾個新的一個原料 維藻 維藻本來就是一個 具有健康的一個 就是營養的一個成分 你大家可以看到 利用維藻怎麼樣 一樣去提到的是 他去做蛋白質的一個取代裡面 你怎麼樣去做健康的營養粉 去做他的一個植物性的一個 就是替代的一個蛋白質來源 這是一個原料的一個種類 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我要的是植物的一個 我要的是取代肉的一個口感 跟他的咀嚼感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看到 印度還在做的是 他怎麼樣利用布羅蜜 去讓他的一個口感跟肉 是比較接近的 而且他怎麼樣去做 他的一個 他一樣的一個 他的一個原料的一個特色 跟價值在哪邊 去做不同的一個產品呈現 另外你還可以看到 剛才提到的都是食材的部分 會有更多元的產品 加入這一塊市場 你要的是替代肉 還是你要的是替代 他的蛋白質的這件事情 不同的客群有不同的一個 跟著墨的一些點 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科技在發展 不是只有這些產品在做轉型 他沒有連結到消費者 他沒有太大的意義 你還可以看到的是很多東西 已經跟著現在的科技在做一些轉變 也在做一些轉變 你大概可以看到 我們說的核餐的一個配送的一個系統 一樣走到了速食的這一塊 國外也有專門為速食者做的一個 核餐的一個公益的一個系統裡面 他們看到如果這塊市場 真的能想他做不起來 那這塊市場 表示他有到一定量的時候 他怎麼樣吸到這一塊 就這一塊的一個族群 去開發他們專屬的一個服務 這些已經在已經在做了 另外你還可以看到其他的 比如說是日本觀察的一個趨勢 不過我們這裡面大家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蠻重要的一點 台灣沒有那麼活絡 可是國外蠻活絡 昆蟲做主食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使用昆蟲的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之前 國際的一個倡議之後 很多國家的一個 不管是美國歐洲等等 其實都有那個使用昆蟲 都有很多的一個發展 那使用昆蟲的這件事情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不過你大家可以看到以日本為例 日本的使用昆蟲 已經做成調味料的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有人對這些東西 他的這個原料 他到底未來的一個使用性 有人是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覺得他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這麼難 因為我們還可以看到幾個概念 去這個概念裡面超級食材 超級食材真的蠻有 這幾年蠻有發展的一個機會 真正最成功的一個超級食材 這幾年是植物水 植物水裡面最明顯的就是 譬如說我們說的椰子水 他從最早期的 我們知道在美國的椰子水 的飲品的市場大幅的一個成長之外 再到他以目前來講 他已經是我們所謂的飲料混搭裡面 所有飲品的一個基礎 也跟健康連結 不管是乳酸菌等等去做連結 開展出原來從無道有 到整個市場有很大的一個火花 都是因為他是一個超級食材的一個概念 他本身有他一定的營養價值 那真的超級食材這幾年 很受大家的一個重視 他有很多的一個概念裡面的超級食材 譬如說植物水 或者是魚扁豆等等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 譬如說螺旋掌 或者是藜麥 螺旗等等等等 或者是我們做的雅氣籽 或椰子水等等 我們當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藜麥 大家這幾年不知道有沒有聽到藜麥 其實滿多都在提藜麥這件事情 超級食物的一個藜麥的一個角色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藜麥裡面 他其實說最主要就是希望他是利用植物蛋白 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跟大家提到 他其實都有關聯 因為蛋白質很紅 所以到底要什麼東西的蛋白質 植物很紅 那植物很紅裡面 到底哪一些適合植物的一個蛋白質 去做食材的一個原料的一個供應裡面 你就看到螺旋麥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台灣也有產螺旋麥 他有一些功能性的一個價值 然後他有一些營養性的一個價值 其他也除了蛋白質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個價值 你看這樣的一個超級食材 他怎麼樣去做一些發展 他不是只有靈麥 所以當然就吃靈麥 他需要更多的創新的一個動力 他才能有產品的一個吸引力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打破傳統 所以靈麥可以做什麼 他休閒點心那個飲料化 所以靈麥變飲品 去做一些產品 或者是靈麥開發的杯麵的一個概念 讓大家有更多不同的一個 吸睛的一個感受在裡面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 跟科技結合 你可以看到國外的一個 靈麥的一個餐廳 這是專門為靈麥設計的一個餐廳 裡面是沒有半個人的 你大家可以看到 他從點餐到供應餐的角色裡面 自己去這裡取餐 他一樣去創造一些 其實這是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消費者要的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食材這件事情是新的 而是整個飲食感受裡面是新的 那怎麼樣去做一些整個串顏裡面 他的一個感受 他有不同的一個新世代的一個產品 在做一些推演 那這是持續都在做一些發展的 另外還可以看到的一些趨勢案例裡面 這裡面當然其實蠻重要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那個 Otrop的一個部分 或是一些新興科技的應用裡面 也都是今年蠻重要的一些焦點 另外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從企業的角度 到底企業角度覺得 整個今年的一個趨勢的發展裡面 哪些是關鍵制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健康 他的平衡差距 真想就是產品開發的這件事情 我到底要從哪邊著手的這件事情 還有無國界 這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因為無國界 所以我到底要用網路 或者是要用參展 或者是要用哪一樣的方式 去接觸到那個不同國家的一個消費者 怎麼樣跟他們接觸 就是一樣今年整個全球這個生產業 都在想這件事情 無國界的生意怎麼賺的這件事情 還有重視的高齡化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有另外很多可以討論的事情 我們當然跟大家提到的是 產品開發裡面到底平負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高齒 跟平價的一個產品 怎麼樣的一個開發的一個案例 之類的一個特殊族型的一個產品開發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 你只要目標越準確的話 我就是要開發給高價的這些人 我就設法去跟這些人產生連結 跟這些人的社群 或是跟這些人同步去做一些連結 大家可以看到頂級那個醬料 他訴求他只是要告訴你 你既然要頂級 你要怎麼樣去做到頂級 原料怎麼樣去做到頂級 你要服務怎麼樣去做到頂級 等等等很多人在做這類事情 巧克力一樣 如果我要做的是高級的 只要是他這樣定位明確的話 他找得到他的市場 他要怎麼樣去訴求他的高級 包裝要怎麼樣訴求 食材要怎麼樣訴求 發來才能所謂的高級 定價要怎麼訴求 才能做得到高級 高級做出來之後 他就會知道他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樣去做後端的連結這件事情 該跟哪些的社群連結 該跟哪些同步去做一些連結 所以高級之間很多人在做 另外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走評價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樣東西 當然評價有他基本的一個叫 叫基本 他一定要有安全跟實用的一個口感 就是他基本的一個角色 你大家可以看到 我外也在思考就是 我怎麼樣利用去做一些評價 你可以看到這幾年另外一個議題 是盛食或者是過期食品的一個概念 我外也是一個趨勢 這在這裡面還有很多的考量 如果你從食品安全的角度來講 你對他的想法是什麼 這有很多的衝突點 不過今天不談這些事情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關於一些 譬如說過期食材 怎麼樣去喝釀啤酒 他的一個價格可以比較低價一點 可是他又一樣什麼樣的口感 很多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他在做的是他怎麼樣去 找到他的一個客群 還有就是無包裝 如果無包裝了之後 我的一個包裝的成本可以減低 我怎麼樣去做 整產品的一個客群 你問題是這麼做之後 你的訴求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做連結 另外還有就是 我既然我還是要吃有機 可是我怎樣去吃到評價 也有有機的 那就是我們所有的醜食物 怎樣去把這邊供應商 去做一些連結 一樣是有機 可是他一樣做到 相對評價的一個產品 所以目的 只要是訴求越明確的話 其實他找的那個點 你就會知道 你知道要該做的是哪件事情 所以最後我們大家可以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總結 整個趨勢發展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今天有很多沒有跟大家提到的東西 都很關鍵很重要 因為他都看到的是 整個產業鏈裡某些人在跟國外 就是在看到整個生態變化的情況下 他的連結在做哪些事情 他可以做哪些事情 他該做哪些事情 他未來該怎麼做這些事情 那整個趨勢發展的話 其實真正的重點在於 看了這些東西 重點在於趨勢 適合別人做的 不一定適合我們做 中間就在於 自己企業的核心能耐在哪邊 你希望未來帶到哪一塊的角色 怎麼去做趨勢的這件事情 而且自己是有可以連結的 有連結的點 那真正的一個機會的發展 重點來看的話 2016只是一個節點的一個過程 我們還是關注的是 這些趨勢重點 哪些是未來會變成長期趨勢的這些點 我們要更多元的去 花更多的時間去抓取 所以剛才提到的 那個O2O 或是其他的 我們說虛擬的平台 或社群連結這件事情 怎麼去做消費者觀察這件事情 絕對是未來 還是持續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以上是今天的一個分享跟報告 謝謝大家